哇哦,小朋友们,你们看,冰箱里有好多好多蔬菜啊 小猪佩奇要来切菜煮饭了 首先来切这根胡萝卜 这些胡萝卜是用来煲汤的 接着再来切开这颗包菜 你们看,好新鲜的包菜啊 接着再来切开这根白萝卜 白萝卜也是用来煲汤的 接下来再来切开这根茄子 你们看,这根茄子也好新鲜啊 接着再来切开一捆生菜 小朋友们,生菜好美味,好好吃的哦 然后再来切开这根长长的青瓜 青瓜是要和猪肉一起炒的 接着我们再来切开这把芹菜 芹菜呢,也是和猪肉一起炒的 冰箱里还有一条扁豆,我们来切开看看 你们看,这里边有三颗大扁豆 冰箱里还有一条红色的辣椒 这条辣椒真是好辣好辣 冰箱里边还有一个青色的大南瓜 哇,这个大南瓜里边有好多肉啊 接下来我们再剥开这根玉米 这根玉米待会煮熟给佩琪吃 冰箱上层这里还有个鸡蛋 哇,这是个熟鸡蛋哦 然后我们再来切开大白菜 待会我们来炒个大白菜 好了,蔬菜都切好了 我们把它们装到篮子里 然后叫佩琪把蔬菜拿过去洗一洗吧 待会就要来煮饭了 忘了还有西兰花呢 我们把它切开 待会做个西兰花炒肉片 然后我们还有一颗大青椒 这些青椒是不辣的哦 这里还有一颗黑色的小蘑菇 待会把它和青椒一起炒 最后佩琪还有一只火鸡呢 我们来做个烤火鸡吧 好啦,佩琪终于把菜弄好了 我们把它装到篮子里 然后佩琪就可以去炒菜了 佩琪,走吧 好的,We creative 中白芙 优优独立的